第一線都是那一種 步兵或者說 坦克部隊 作戰部隊在前面 將軍掛心心的 怎麼可能衝到第一線 然後被幹掉 被狙擊槍幹掉 那很少 所以你講的第一個 就是說如果他是被鎖定 被鎖定 被鎖定幹掉的話 就是說他的從上面的指管 通勤系統指揮系統出現問題 第二個內部的士氣出現問題 第三個補給出現問題 那第四個有可能說 烏克蘭跟西方結合各種情報資訊 很準的時候 比如說有人講 他進 就是說俄羅斯的部隊將領 進入到烏克蘭的時候 他的情報 譬如說他的通訊 他的通訊是被被掌握 用人家烏克蘭的SIM卡 對啊 那就精準炸彈上去 或狙擊槍打很準的時候 那你知道你的指揮要出現問題 所以打到這樣 我不要說 當然俄羅斯過去 大家認為他是軍事強權 可是打到現在感覺 他好像很多情況 包括他的指揮啦 他的戰力啦 他的部隊啦 他的各方面後勤補給都出現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第一個 有可能他現在進行停損 那停損是不是真的五月九號 真的就撤出 那第二個當然不管戰爭怎麼做結束 怎麼做做停損 我覺得普丁在戰後 第一個他的在國內的領導一定會出問題啦 因為這不像說上次的那個克里米亞戰爭 他民調上次是要穩住喔 那這是我覺得說有點灰頭土臉 那第二個烏克蘭戰後到底要怎麼去做重建 這是包括歐美雙方各方勢力都要去去去介入 或者我覺得現在戰爭打到現在變成沒有贏家 我覺得說普丁也是輸家 那我覺得當然烏克蘭那麼那麼慘 無辜的老百姓說那麼多 對我覺得說各方包括歐美勢力 怎麼要去介入要去重建 所以談到談到說那個馬歇爾計畫 怎麼去像當初的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 怎麼去復興怎麼重建 我覺得各方都要盡一點勢力啦 包括台灣也在這裡面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 那當然就是他如果在戰爭之後 這個烏克蘭要重建 國民黨加油 在一片加油聲中進場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參加黨內歸朝春久 不忘呼籲黨內要團結對外 有一些說國民黨要加油啦 都是對我們的期待 愛之深 掩責之切 我們一定要繼續加油 繼續努力 要團結一次 不要被別人見縫插針 不要因此而造成內鬥或內訌 談話別被見縫插針 只是朱立倫前腳才剛走 前主席洪秀柱立刻在台上開炮 難免大家心裡會有相當的失落感 跟國民黨為什麼那麼不爭氣啦 你不得不一定你不好命 你看看旁邊那個姓朱的 他現在多壞命啊 如果每一個領導人 跟每一個黨員同事 忘掉自己的這個黨的初心 跟本質本意的話 那這個黨是從上到下 是如果沒有希望的 又是說朱立倫命壞 又是批整黨沒希望 洪秀柱把炮火對整黨內 話風一轉 他提到日前剛出爐的 台南市長人選 今天陳以信委員在這邊 我非常喜歡他 以信啊 你既然你沒有辦法選台南市長 除了替陳以信萬習 洪秀柱也點名 可能回國參選台北市議員的李彥秀 並諷刺他的對手高嘉瑜 就可惜了 我跟他諷刺講 我跟他可惜了 他居然會輸給那個 連貨房都搞不清楚 叫高嘉瑜啊 枕頭都黃了啊 衣服跟著像垃圾 像回收廠一樣 這樣一個女孩子 然後還會被騙 蠢到這種地步 被那種痞子 可以騙到這種地步 從朱立倫國民黨到九合一大選 洪秀柱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 再讓外界見識到小辣椒本色 好 國民黨現在的朱立倫是 命不好嗎 那要請教在現場的李明賢先生 現在的國民黨到底是誰當家 我看那個洪秀柱的氣勢超越了朱立倫 你笑他們剛剛幹嘛 你問這問題我難回答 不是嗎 一個政黨氣勢弱的時候 當然黨內很多人都會有意見 你又不像現在民黨 政黨支持度那麼高 然後主席定義尊 黨內就不會有太多雜音 那如果政黨的社會支持度低的時候 代表他跟民意顯然是有一點距離的時候 黨內就很多人會有意見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國民黨從二零一八 那時候 現場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支持度是高於民進黨的 所以那時候選舉很好選 那時候包括加上有寒流 包括縣市首長提來不錯 所以國民黨二零一八會大勝 可是現在完全逆轉過來 現在政黨制度遙遙落後給民進黨 所以今年二零二二對國民黨來講 包括縣市首長 其實我們的連任的席次還算多 都很難選 那你對黨主席來講 當然操盤更不容易 那黨內的其他很多人就會有意見 所以他的佈局 不論說六都的提名 包括甚至議員的提名 你怎麼擺 我覺得就譬如說 他的那個青年加成 老講是好 這算學民黨制度是對的 是該鼓勵年輕人的 可是那個制度一出來 也是大家都批評 所以現在變成說你政黨制度低的時候 你你跌倒 不管這怎樣 人都在那裡 主席 難看了 所以現在就是比較堅困 所以作業人現在是幹什麼都被罵 一定 做錯了被罵 做對了一樣都被罵 他哪裡有作對 還是有 鼓勵年輕人是該做 年輕人加成 那個方向 是不是他把他自己的助理 這個愛將跑 用年輕人的雙重加成 派到桃園去 沒有啦 也沒有雙重加成 都是加一百趴 年輕人該支持 那才三十歲該支持 國民黨你不能說 那傢伙做那個 文宣做的不是一大糊塗嗎 還叫王玉銘來幫忙 結果他還派那個人跑到桃園去選市議員 不是嗎 我懶得講他名字 沒有你看你做好做壞 你都欺負 我覺得是這樣 與北朝的對手 老實講現在國民黨制度 如果高做什麼 就不會被嫌棄 那問題現在政黨制度 制度低是為什麼 就主席帶領不利 才會支持不低 譬如說該跟社會接軌的時候 譬如說十八歲公民權憲法 就說要下放 一開始還不願意過 後來發覺不對勁了 這個我有意見 當立法院除了兩三個請假之外 全票同意的時候 這個就說你要 你要嘛 你要揹個 就揹個到底 你跟年輕人要做對 你就揹個到底 那如果你要支持的時候 你就全面支持到底 用各種方式都要支持 對啊 要不要公投綁大選什麼什麼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的修憲門檻太高 有一些實務上的問題 要解決台灣的政治發展當中的磨合 對不對 台灣 這總是不要有任何政黨算計 當立法院投票通過的時候 你年底要怎麼樣 就是最方便大家願意出來的時候 那要不要綁 當然是綁啊 所以你經常聽到的聲音 就是要過這十八歲的嗎 但是你們黨主席 跟其他人的意見又不一樣 我認為可能要多聽一下基層聲音 我認為不管再怎麼樣 就是讓更多人出來投票 這個就是立法院通過 立法院代表行使 就是說行使民意 就是待遇政治 當所有立委都同意的時候 代表全民應該都支持 那你要九百多萬票 門檻很高 蔡英文才拿幾票而已 所以要比蔡英文的投票 要更高的話 代表籃力都要有共識 所以這時候你不綁大選 你另外其他時間舉行 那我可能會過啦 所以我認為還是得綁 這個是勢在必行的一個公民權 那我們這個國家必須 透過修憲的手段 反對的時候 就會被人家講話 就代表政黨制度 你們光這件事情反反復復 就中間是出現在這個聲欄綁架嗎 因為大家都覺得十八歲到二十歲 二十三四歲支持民進黨人比較多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原因 但是不管怎樣 這個敏鳳先幫我們分析一下 朱立倫怎麼會落的 被一個前任的主席 而且他被認為是過氣 然後去了東奧 被汪洋摸摸頭 回來根本就是一個紅色大代言人 在台灣根本沒市場 烏克蘭的這個被入侵的戰爭之後 民進黨的這個全民團結的支持都這麼高 現在應該是一個紅袖柱被唾棄的時代 結果還可以在朱立倫出現的場合裡面 他在他那個面前打臉他 我叫做康立主十八歲這個東西不要過 因為那個十八歲到二十歲都是會 都認為都民進黨的票 有人有這種思維喔 然後我因為都會投給民進黨 所以我就不要給他過 你應該像蔡英文在二零一九年年輕人不支持他 他去扳回年輕人心才對 然後人家說不要過不要過 然後這些人都不是投過我的 那你這樣子 然後當天朱立倫還去黨團做溝通 好 做溝通完之後 還有兩個部分區投這個投反對的 那我請問一下 你這兩個部分區你要不要處罰 你敢賣處罰嗎 就是一個鄭立文 一個是誰我忘記了 都是部分區立法委員 部分區立委最應該聽誰的 聽黨中央的嘛 那你黨中央連這兩個 按照這個黨中央政策投票的人 你一點處罰都沒有 那誰會聽你的 誰會聽你朱立倫領導的 你都是白講的嘛 對不對 那你趙少康在旁邊說不要投 然後這兩個人都聽趙少康的 那洪秀樹去北京談這些翁洋什麼的 那你回來 訪問 回來說要幫他講話 我有拜託他去幫臺商什麼講什麼話 那請問人家為什麼要聽你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朱立倫現在做一個 大家以前就記者吃飯的時候 大家覺得朱立倫不曉得在告 搞什麼鬼 怎麼突然變了一個樣子 變了一個人 那其實我覺得坐在那位置上面 如果你自己心有別的想法 然後能力不足的時候 還是這個一路順遂 沒有什麼歷練 沒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嘛 動哲得救也像處理人員 誰都可以拽他一腳 而且你該處理 夠啦 當過副院長 那你該處理就要去處理 這兩個部分區處理給我們看一下嘛 對不對 不分區你不聽黨中央政策 你要聽誰的 那至於台南也是啊 台南你也講不動嘛 你本來是叫陳以信下去了 他是真的要派陳以信去 結果被謝龍介給反覆回來了 對啊 謝龍介 謝龍介就是招要抗藥的人是不是啊 謝龍介比較可能比較不聽朱立倫的啦 我不曉得他 然後人家說我要選 然後就說就禮拜三就趕快 就會給謝龍介 因為我覺得朱立倫也很怕承擔責任啦 因為現在黨內很多人叫他去選台南啦 所以他就趕快把台南訂了 管他生期二十一隨便啦 就是有人選就好了 不要他自己去選就好了 然後桃園那也搞不定 桃園是很危險 可是大家要推 國民黨要推呂玉玲的時候 大家說呂玉玲跟鄭文燦差很大階 差一大階 那你你現在不是要這個整個送給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就就推就比較好推人 比較好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桃園這一局會影響到整個所謂國民黨北北陶的布局 北北陶你說蔣萬安 所以會不會你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也是一個強棒嘛 然後侯友宜是更強棒 那你桃園就缺一塊 那你整個北北陶連不起來的時候 你整個全台灣的氣勢都連不起來 可是呢 新北到底那個侯友宜要不要選啊 今天不是松沛君的網路訪問那個啊 侯友宜他釋出一則消息說是問了好多好多次 七八次侯友宜要不要連任 他都這個拐彎磨腳的顧左右而言 他都不講他要不要連任 讓人家懷疑他要職工2024 你的獨家消息是 沒有啦 我覺得侯友可能不太喜歡中沛君吧 因為中沛君就是說我們要一起連任 講一個真重真心話 要幹嘛去上他節目 對 我們要不要一起連任 這種東西 那我如果不講了 其實侯友已經早就決定了 你看他最近有一波的人事的安排 他已經把比較 比較鷹派了 所謂鷹派就是說 就是他職工的人把他調出去了 包括蔣志薇也從府外 府內 調去基金會 調去基金會 然後有個基金會的人 也調去別的地方 那個人是被趕出去了 但是呢 現在國民黨就說 是侯友宜派他去幫蔣萬安了 其實並不是這樣 是是侯友宜清理內部 把這個意見把他統一了 所以這個你想也知道嗎 如果新北市侯友宜不選了 丟掉的時候 你侯友宜還有二零二四年嗎 這是最基本的問題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侯友宜 根本就是已經做好決定 內部的英哥兩派都已經吵好了 但是他不是不代表侯友宜 對於二零二四一點想法都沒有 他還是很想 但是現在這一關 他就是先要把二零二二這一關過掉 那你鍾佩軍去問這個 不曉得是 他可能覺得鍾佩軍 不曉得在幫誰問的啦 所以他才沒有回答他 好 這個敏鳳告訴我們獨家的秘辛是侯友宜 不會放棄二零二 一個放棄二零二 那你司馬昭之心現在變成劍拔 不是很笨嗎 但是國民黨看起來很弱 可是呢 其他的地方 這個也不是不強啊 新北侯友宜這麼強 強到 全國第一名 那台中的盧秀燕 人家這個也是老神宅宅啊 你們綠營怎麼還有臉提巨蛋啊 施凱 好 我們來說說看這個巨蛋啊 呃 現在已經是二零二零年的三月快四月嘛 我現在是二零二年的三月快四月 呃 盧秀燕的任期快結束了 台中的巨蛋動工了沒 還沒 還沒啊 他說預計七月動工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們當時一直在罵林家 說什麼巨蛋還沒動工 其實他是準備在十二月份動工 但是後來他沒有連任成功 所以當然就沒動工了嘛 不過那個時候台中市民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就已經準備要迎接巨蛋動工 那盧秀燕上任之後 到了現在二零二二年 現在已經快要四月還沒動工 那這樣盧秀燕對巨蛋到底是推動的很棒呢 還是推動的不這麼棒呢 其實對台中市民來講 就是延後了非常多年嘛 當時你們在罵林家 說你那個市長你幹了快四年 但是這巨蛋還沒生出來 啊同樣的話啊 盧秀燕你幹了快四年巨蛋咧 沒有巨蛋啊 那他們也還好意思講啊 例如說 欸他們說 欸議員啊 世凱議員你怎麼不知道 他鐵名罵你啊 徐玉拳 我幫你唸一下 林家龍版本的巨蛋位在住宅密集區 無論舉辦大型賽事或音樂會 都將成為當地居民的災難 如果陳世凱議員忘了或是害怕響起 不妨先問問同黨的前輩 曾朝榮 謝明媛為何反對 陳世凱還質疑巨蛋土地變更要拖上幾年 資訊更是落後 早在二零二零年四月 都發局就舉辦巨蛋用地變更說明會 如果真的關心巨蛋不會連這件事都不知道 當時陳世凱口中求快的BOT巨蛋 先是幻場搞得添入人院 最後BOT沒有來 所以這個 因為這個 佔用北屯國民運動中心用地導致兩億元的國運經費被取消 他們現在這個炮火很猛 連連在攻你們 說得好啊 我當時在講是講什麼 講說我們原本林家龍所挑的那個巨蛋預定地 就在運動所所可以使用的土地上面 不需要變更 所以他說對啦 佔用了北屯國民運動中心用地 那就是運動用地啊 可以不用變更嗎 我當時在說盧秀燕為什麼一定要去挑那個需要變更 因為原本那是文中六用地 是要蓋學校的用地 他也證實了2020年的四月 都發局舉辦了巨蛋用地變更說明會 為什麼要辦變更說明會 因為需要變更啊 就就就破案了嘛 就是人家林家龍挑在一個不需要變更 可以馬上動工的地方 你說你不要 本來就是運動中心用地 對本來就是運動中心 你不要 偏偏要移去一個學校用地需要變更 我當時說就是說這個啊 他說我忘記 我沒有忘記 你自己口中就證實需要變更嘛 而且2020年的四月辦了變更 說明會之後 不是馬上變更耶 也是要拖時間嘛 那有沒有拖了好幾年 事實證明現在2022年的四月 還沒動工嘛 所以是不是拖了好幾年 對臺中市民來講 對啊 而且現在市政府說 我如果七月動工 我要拼2026年完成 2026年 他連任如果成功都要卸任 盧秀燕這麼厲害 他第一屆就應該做好的巨蛋 為什麼要等到他快卸任才會做好 那是不是對臺中市民來講拖了八年 所以你的質疑還是他的這個移到十四期 胡志強時代的這個地點 背後是有有貓膩的嗎 對嘛 你為什麼要移嗎 那你移到那個地方 旁邊的土地開發商 十四期是重化區嘛 你移到那個重化區去 重化旁邊也是很多住宅 你為什麼不講 你說林家榮方在住宅很多地方 人家那是已經有住宅的地方 沒有錯 但是土地不會再增長太多 因為土地都已經蓋了 你現在要牽去那個地方 旁邊就是空地 未來增值很恐怖 所以他們都沒有回答你 剛才講的這個問題 就是你現在的十四期 這個地方旁邊有空地 可以開發他的利益 這個增長出來 誰獲利 這個問題 土地的價值會增長 所以他們一直沒答嘛 對不對 一直沒有答覆 我們沒有答覆 而且還證實了 確實你現在牽去那裡土地 是需要變更的 所以這件事情 也事實上 拖了很多年事實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還需要繼續破案 當然我們會繼續追 好 那至於鄭蘭空的問題 這個四月八號 你們不會去吧 我們再提醒一下 民進黨的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長 副院長 立法院長 立法院的副院長 尤其在地上 大家的在地人 不過他跟我說他不會去啦 他平常也都沒有去跟他同臺 因為呢 就在這個五二戰爭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叫做 閻清彪的鄭蘭宮的董事長 跟他的副董事長 還在設法對他的連任 以及鄭蘭宮這要搞這個 一大堆的官員做人氣 這件事情還在努力當中 吸一波的疫情來了 那人家曹天公說要看到時候要不要舉辦 可是他們還沒有講啊